大家看看,布手 布的 這個手呢 這個手的位置 大家一定要記住 不要高 就不要做這樣 一定要這個時間沉著它 沉著它,沉著它 沉著它,沉著它 那麼呢,這個手的位置 腳手啊 是水平,那個所謂 因為低一點 就不要平 最多是平了 不要這樣太高了 往下的時候呢 如果大家都感覺不是很奇怪的事 這個手,這個手一定要扣住它 就不要打開 扣住它 扣住它不是說要用力 而是說要,等於說 就是像那個筋 把那個筋,那個關節把它鎖住 關節鎖住它 而不是用力,這樣是用力的 鎖住它 不要輕易的這樣打開就可以了 鎖住它 另外一個呢 在下去的時候呢 手指一定要往地面,朝地面去 用手指往地面去,這樣子 扣出 扣出 手不要扣著 手不要往身體拉 沉著它 也不要打開 這樣打開的話呢,這個尺度就不要打開 我收給它 扣,扣手 那麼扣手的話呢 其實是說 當我們的手 全來的時候一接觸 把對方的手 化解開的時候 從中路化的時候 一般都是中路的圍族 在高的話呢 我們一般不會扣的 因為這個過程太長 對方的手會走滑,會變化 一般一接他的手一扣 引到中下路 所以我們的手呢 這場刑傷了 就兩個進攻點 扣下去 把它的這場戰線把它拉開 就像在踢球的時候這樣子 往左邊把它拉開的話 把它防守去南方 如果我們的手 只是在打一個位置的話呢 對方是很容易準備的 反正你就從這個地方 打回去全部集中 這個地方就好了 所以我們懂得去用手的話呢 我們一般不會只是打頭 不會這樣子打 所以一定要把頭打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戰線拉開 拉開的時候 我們可以打上打線 對方才能彈 把這個戰線拉長 那麼這個手呢 扣手 扣手底下的話就好變了 底下的話 好 我也講一下這個手的用法 用法 直接這樣子講嗎 這樣子也可以 這個手 這個手 把你們 這個手 把握 把握 就全來的時候 接 扣 這個手就出了 一扣下去的話 這個手就出了 手出其實這個手 不論它 它從外門 從內門接 都沒有關係 這手一定是往中路走的 如果說我從中路走 它的手呢 它在中路嘛 攤也可以 攤也可以 所以你看 再來 這個選 一接好 一出 出的時候好 你看 就底掌了 底掌近了 好 那麼 我聯繫起來 出 出 就可以打了 好了 如果它的手 它化解呢 出 出 在這個地方 看 手來的時候 手就上去了 就這樣子 反而出 反而出 一往前去 或往後 前去 這樣子 這個手 那麼呢 這個手 譬如說 它的手來的時候 我一打 一扣 我這個手底下的時候 好了 它這個手可以往下 按 是吧 要按下去而已 對 好了 它的手再來 按 就可以上了 一 一按下去的時候 也可以啦 把這個手 按下去的話 我就走回上路了 所以底下手 它必須要救 救的時候 它一按 我就走上路了 總之在上下電話的時候呢 它的 它的 他的 功法 手 要伏上又伏下 那麼就 很難拿 這個動手 後手 後手 還有 就是這個 藍手 不是 這樣 下面去了 一個是 藍的 這個藍手 藍手呢 大家 在練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一個 藥手 這個手呢 是旋狀的往上走的 這個手在這個地方 出旋狀的轉 轉 轉到的這個手 臂是平的 手臂平的 就不要這樣子 會平的 還有呢 這個手臂呢 跟身體呢 是長一個指角 手臂和身體長一個指角 這個手臂呢 跟地面是平的 所以呢 這個手呢 只會在這個全股 堆取到這個位置 不會這樣子的 不會這樣打開 這樣子 這個地方的拳 這樣子來的話 這樣子來的話 都可以拳 拳上去 那麼呢 這個手 用了手臂換手 它的一個 行為用法的時候呢 這個手 不論是直拳 還是勾拳 反而是中上 或者拳 都可以用 簡單說 你看 我的手在放進地方 給足拳的時候 這個地方一定可以的 那我放進地方 給正直拳來的時候 也可以啦 就是說 你用這個臂手 來的時候 也可以啦 所以其實這個手呢 它沒有說 什麼講出來的 基本上不用 只要是手 所以手 穿中線 手穿中線 從中線上來就可以了 這個手 你看 你可以隨便出 其實我不用把你的手 放在這裡 出就可以了 是吧 手一出 好 那麼我連續起來的時候 你看 上了 是吧 所以手一上 它一籃就 嘿 你手上了 出拳的時候 這樣 回上了 這樣手 拿著 你要盯住它 那麼這個拿著手呢 一定要注意 這個角度就是 刀斗朝外的 不能這樣子 這樣子舉起來 你看 它的手 如果這樣子 這樣子壓的話 它的手是很受力的 因為呢 它手這樣合起來了 所以呢 這個手 一轉起來 這等於我們這個 這個拳 是吧 這個拳 舉起來 好 刀斗朝外 這個地方你看 它現在不願意的話 我現在怎麼用力 就能頂住 是吧 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手腕呢 搞中呢 這個太陽穴 這個地方 搞中 這個地方 對於太陽穴 這樣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往外引不去 這個手腕的自然的病 這個地方 往外引 對啦 你看 往外引 你看 你只要往那邊引過去的時候 你看 我怎麼發力 就釘住了 用這個地方發力 這個 當然我們做的時候 是這樣子的 不過解開的時候呢 就其他都 你看 要留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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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旋 這個叫 上腕 這個地方 呃 呃 廠橋呢 廠橋這個動作呢 呃 能工能法 廠橋 用法一般呢 我們是在 一個 接手的時候呢 從外門進入的時候 拳出的時候 一接啊 這個手 從外門出 外門出 其實他的手 會抵出來 一攬 他的手會抵出來 那麼再來的時候 再出拳 欸我還可以抄喔 所以出拳 其實我們說的廠橋 它不只是說 外門還是內門 反正手一出的時候 我還可以抄 把廠的時候 我可以 可以抄 所以這個手 出就可以了 廠橋 廠橋有手的話 就是廠 沒有手的話 這個脖子 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身 這個地方 一樣可以放 一樣可以抄 所以呢 因為呢 廠橋是用一條線的 它不是打一個點 剛才那個手不好 剛才那個手是打一個點 打一個防衛 那現在呢 這個手呢 它是往一個方向去 掌印的小手 這小手呢 它是攔截的作用 所以我剛才說 什麼叫截 攔截的作用 是這樣子 這個十二把 那你們打一起 所以那手 出 走來 所以有不斷的轉換 轉換 轉換 那就是這樣 講到的 講一講 請 Questions Questions Any questions belading to the application usage 可能呢 要練到的時候才 才會 有那個問題 因為這樣子看的話 這個手一定要指摸 來兩個 這個藍手 藍手的手 是要直的 但是這種直呢 是我們手畫直線的直 不是那種拿直直良略的直 是手的 就這樣就好了 為什麼 為什麼手是這樣子 因為這樣是直呢 是整個手 就是手掌的手 手畫是成一個直 就是呢 我指定我們的手 不是以這樣子的 不是以這樣子的 手微微的彎曲 彎曲 彎曲 為了我們的手 因為還要用手指來控制對方 控制 因為我的手太直 就是說這個關節都登直的時候呢 要到彎曲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快 這個手放鬆自然的時候 手一彎就似了 一彎就似了 好像有點 一想說 辦啟動啟跑的 這種感覺 現在是這樣子的 所以手 手是這樣子直 不要這樣子 所以上去的時候 我們做的表現 這動作是這樣子 承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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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跟地面 更是平 一個呢 就是這個 這個角度 這個手後臂 跟身體是成一個直角 成一個直角 那麼這個手臂呢 不一定是這樣子直 可以這樣子直 可以這樣子直 其實我剛才在早上講的時候 這個動作其實我還是收了 真的不敢 因為會從底下這樣飛過去的 所以那個動作 我們一拍一轉腰的話 因為這個是一個 標誌裡面的一個動作來的 一轉腰的話 整個會升起來 這個攔手 這攔手動作 一攔的話 整個一拖起來 整個就升起來了 所以那個動作 就沒有用到 就差不多就好 大概的使用法是這樣子 因為主要 因為它是 其實發力它是用一種 一種槓桿的力來 一拉的時候 一升 這個力就整個人 就往上走的 主要是 那 可能這個可以 示範一下 可能早上他們沒有聯想到 是用那個 攔手 然後就是說 別飛過去了 就是這樣 早上 我 我 坐慢一點 我不會飛過去 沒有飛過去了 脫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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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了 沒事了 不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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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攔手是這樣子的 剛剛就說到 因為我 那年跟女兒師 我在想攔的時候 要不要做 我還說不要啊 因為怕的玻璃啊 這樣子 我說 大家吃到就好了 這個攔手 我剛才說到 無論他是從什麼角度 打過來就好 我們的手 從中路上 從中路上 所以他說直拳也好 把拳也好 這個沒有關係的 那麼我手放這個地方來 你出拳的時候 我的手在你伸上去 我那個手一拉 從這個地方 一拖 你就往上走了 所以我這個一帶過去 就往後面走 這個拖上去 其實他已經 就像動足都這樣 已經 我趕緊把它 慢慢的 分開了 按一下子 人家可能還沒有 按一下子 就往那邊去 就往那邊去 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 因為 說的 對於外人 可能我 我用來 就不要大家 使用這個法力 就 如果想感受 也沒有問題 你不要 所以這樣 拖起來 剛才這樣子 其實他不會 停在這裡 啪 就整個 就這樣 所以你們其實從上面 就啪 下來的 不是拉直 是從上面 啪 蓋下來的 如果小隻的人 可以這樣子說 做的 比較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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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能粗啊 他說 如果他比較小 體型比較小 如果對手比較大的話 能不能夠做到這一點 其實呢 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簡單一個做法 來來來來 等一下 其實呢 你可以不用手 你可以用擔手就可以了 我簡單做個動作 譬如說 他拳來的時候 我一接 一接啊 那怎麼辦呢 就是這個腳一定要走進去 腳一走進去 你看 還可以 是吧 就起來了 這也可以 其實一樣的道理 你看 我這樣子擺 好 起來了 起來了 是這樣子 所以也可以這樣子 就不用手拿 比如說 哎呀我講個子 我的手可能 不夠力 我就用肩膀 我整個 一升級的動 我就起來了 就像吃丁的花 對啊 你看 你手在這裡 我應該走到這個地方 是吧 所以呢 我把抓的時候 你一出拳 在這裡了 抓 在這裡了 是吧 三 七 一掌 一掌 就這樣 爬上去 這個是不用手 就是用肩膀 這個火的話呢 就反過把它 爬上去 那這個 是有另外一個動法 所以小肚子也會用的 你可以 回去那些 水的 就是 重點是在 他第一個接手 是攔手 攔手了之後 就可以抓 然後就這個 當一抓的時候 另外手就拖 當一抓一拖 馬上就要轉了 不能夠停在那邊 停在那邊 沒有人會等你 飛上去 那他就有準備了 他就有準備 他就跟你掙扎了 你就 一抓 就過了 馬上就過了 對 這間接司機來 這個事情 用肩的話 就要走步 用手的話 就一轉那 就可能 就原地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 這個 如果真的 大哥的話 你朋友是走那個步 如果是 你的腰毛 就功力好的話 你手一接 就升級 一轉的話 這個力就很粗 所以那個是 慢的分解 是這樣子 便宜嗎? 他都可以啦 你們隨著他 一樣就可以做得到 小肚子就可以 不是有講 要來 別把那個 那個地方 才更早 一定 一定把那個 你的肩 把它抬去這個地方 因為你要拉 什麼事 把它拉 順利他的事 其實不用 不用跟他擋的 必須他的權 來的時候 你要順利他的事 順利他的事 一順利他的事的時候 你身體就要 用那個肩 就要帶 用肩 用這個肩把它帶過去 要不要把它 採用這個地方 用肩帶 這樣就可以起來 它在你上面 你才能夠甩它 上去下來 如果你沒有 搭在這邊的話 你最多是 它從你旁邊 甩 甩雲過去 它在上面 你才能夠 把它 如果是沒有動到你的話 你這樣拉過來的時候 它最多是 從那邊過去 這樣子 還有嗎? 不要緊的 學 要學 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其實這個就是 因為講手法的變化呢 會很多 其實我只要講一個原理 那麼其實很多東西 你們從這個原理 能自己去思考 這樣比較好一些 因為變化的東西 其實可能會還有其他的變化 但是呢 其實不是說 要經過思考的話 你不會深刻 一定要這樣子 你想啊 這東西是這樣子 那麼它這樣子來的話 我可以這樣子做 那麼要思考的話 你用起來都會很深刻 也會很順手 別人灌輸給你的東西 可以自己去 去經過學習東西 是不同的 所以這樣子才能掌握 它的一個要領 你發現我們 我們教的東西 很多都 你看我們在網上 聽YouTube那裡看 很多都是教很多 fixed step 那種就是固定的 那些 drill 幾個 drill 幾個 drill 幾個 drill 這樣子的 但是我們的 比較多講這些 concept concept了之後 你understand the concept 就好像你做數學這樣 mathematics這樣 you understand how to you give you a formula then you understand the formula then any problem 上 that come up you can solve 對不對 不然它教你 這個problem上 它跟你解釋 這個是什麼什麼 然後這個formula給你 你就會說 然後出另外一個problem上出來 你就不會說 明白為止 就好像很多人 a lot of people they why the mathematics is poor because they can only use this formula for this type of thing and after that they rephrase the question problems come in another way cannot already right 對不對 爲什麽有的人 哇數學這麽厲害 因爲他明白這個 這個formula 是用來做什麽的 所以他的東西 來來去 他只會 substitute and you still get the correct thing 明白 他的problem上 怎麽問 怎麽phrase的話 你都會找出那個formula 來放進去 去用 對嗎 因爲它是一樣的 因爲 永春就跟學習俗 學一样 但是我們給你一個formula 然後你去用你的formula bro we teach you how to use the formula and you use it not we teach you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you only solve this problem and later the next problem can not solve it or the problem of a different nature so like you will solve and later on compile a few formula that's even worse 對嗎 maybe one problem sandic we use three formula 這個時候 夾來了 this part only use one that part 你就不會拼起來 不去哪裏找formula 所了 明白為什麽 所以 in我們的教法 我們會跟你講很多這些概念 然後你要概念 你要活用 of course 當你還沒有達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可能你只能夠 一個概念 只能夠用一兩個東西 那你可以問 你可以問的話 我們可以跟你講很多不同的電話 那我講的 可能跟師傅的 就差很多啦 當然它的有很多 不要更加細節 所以我們就一直問 然後我們就 oh 原來 we try to start your engine rolling then your engine start rolling you can think by yourself instead of teaching you how to how to just drive you to one place another and then we teach you how to drive 明白嗎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 駕著車自己去 去到處去 好不然你要去哪裏 我載你去 那我不載你就不用載 你都不用走 如果沒有車你就不能走 對不對 好 那我教你什麽駕車 你自己去找 給那張地圖 你自己找 明白嗎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教法 所以我們沒有很多那種 tip 很多drill 這個那個那個 這個是 你學久了 它變得很fix 它fix久了 當你要用的時候 scully你很習慣這樣子的話 突然間不是這樣子來的話 你就完了 大概是 大概是這種的 的情況 所以要聽 我們為什麽 成城永春會有十二法 有這個 你看 other type 不要講誰 other type 都沒有這麽多這些東西的 因爲我們的就很重視這些 理論 然後這些從裏面 我們教你去怎麽做 你們自己去發現 好 what other things you can change or rather than teach a law fix that 好嗎 所以趕快去問 在這個時候 師父來的時候 就是趕快去問的時候 還有嗎 還有什麽其他的東西嗎 沒有了 沒有了 這個可以 你們教我們 就是從閃失裏面 搭把這些東西 就之後 之後他們 你走了之後他們也來 OK 我們少見 用閃失來做搭把這些 對不對 啊 就是和閃失就是那種 還有那個接手啊 打碗的 什麼 可以 可以嗎 這裡比較早點這些東西 有 在那個裝上面 其實呢 這個 手把的訓練呢 在平常 裡面 我是很重視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都說了 在 時尚的時候 大家都會走動 走動的時候 距離總是在改變 那麼 我們要保持著這個距離 要不要讓這個距離 太開太好 因為整個狀態 你就 會很像 一定要跟著對方 但是呢 跟你對方的話 你一定要自己要移動 跟你對方的快慢 你的快慢 要移動 那麼移動裡面呢 一定要保持你的 你的整個架構 你的整個拳型 一定要發力 那麼必須要通過這種方法 你才能找到一種移動的發力的 一種感覺 所以移動發力 其實是我們最終的發力的形式而已 在時尚裡面 就是說是李橋的形式也好 是知識橋的形式也好 其實都離不開移動的發力 你有可能在跟泰拳牽手的時候 失守的感覺會少一些 但是這個距離感 距離發力的話 這個必須要練 還有呢 每個人他的距離 打擊距離是不同的 有的人高 有的人低 還有他整個人的一種移動的速度 各方面不同 所以一定要養長自己的一個打擊距離 打擊距離 就是站在這個地方 是通過用眼睛目測出來的一個距離 不是用手臂站著 可以量一下這樣子打 沒有了 可以全人這樣子 對啦 只能練就是通過眼睛看 那怎麼練呢 就是通過我們這種移動的 把人有訓練的 把那個 把那個 平常訓練的那個動作 能打得出這個真正實在的一種效果出來 所以就通過這個 把那個移動來練習 好 那麼就 所以 這樣子 先給大家就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然後給他們練習 對 演示幾個動作呢 都有練過移動 走動這些都有 走步這些都有 對 那麼就 然後就 水上來 對 對 那這就是 如果我們不少做 所以這就是時間 要做 然後再繼續 沒有練習 要練習 欸 去吧 其實沒有關係啦 但也沒有關係 學習東西的話 只會放在裡面 等一下都要練 那麼呢 其實我們在打的時候怎麼練習呢 就是 一個 怎麼說 這個傷心球要比較常用了 你看到 因為這是一個 日清延滑的一個球 那麼 誰這個球要怎麼移動呢 譬如說 拿把的人呢 這樣子站 站 好了 對方提手準備 就玩家了 好了 出手的時候 我這樣子 這個地方呢 打成什麼呢 就是一個 一個 你的頭 或者脖子 你要高度就好了 這不用太高 一般呢 這個肩膀的高度就好 一般呢 舉的人呢 就不會很累 再舉起來會很累 再者呢 像舉的話呢 因為靠近我們的這個 高度 大家想說的高度 好了 我在這裡打個蠟 你的 前手 這個地方 上步 除一拳 打掉板 好 下來 一般呢 你上這一步 去除這個拳 不是嗎 那個拳 出 對 那個步 對 好 跟著呢 再上一步 對 再上 轉要發 轉要發力 對 對 很好 對 對 對 你看 在這邊 轉回去 一樣 你看 出一拳 注意的 一定要 上這個腳 去除這個拳 練都知道了 那麼 剛才說的 我們移動發力其實比起 我們定步要難的 不要看這樣子 其實是難的 那麼呢 當你在做的時候呢 身體一定要轉 轉的 把力傳遞到這個拳 所以呢 我們手臂呢 盡量放鬆它 盡量手臂放鬆 拳呢 一定要捲好它 捲好 即使在瞬接 這種我們當初 沒有區別的 登直的時候 把拳 盡量把它收緊它 收緊它 對 放鬆 放鬆 對 好了 那身體放鬆 出的時候 用寬轉 寬轉 對 其實呢 你練的時候呢 你可以這樣子 你選擇 從這個地方開始 會力從這裡開始 從 可以從側邊開始 也可以的 就把它拉回一點的話呢 你覺得力好發一些 對 對 很好 對 對 對 好 再來 對了 對了 好 這是移動的 移動的 一個三星球 那麼其實 剛才的說真的 沒有這樣的練習 已經打得不錯了 不錯了 他的發力 他的身體還要是在轉 發力量 所以呢 感覺到那個拳的 很窄 對 好 對 對 那麼呢 一開始練習呢 手盡量把它拉回去出 這樣拉弓呢 拉弓 出 這樣你的拳 竟然能打得厚 打得充分 這裡你的拳 手感 才會有一個衝擊 好啦 當你的力量慢慢的 已經打得夠放鬆的時候呢 你的拳 短也好 長也好 都可以練習 所以有這樣的過程 如果一下子那麼短的話 總是覺得發不出力出來的話呢 還是覺得 發出力的話 覺得還是 還是不夠大力的 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一定要轉 拉弓站 把他彈出去 這樣一轉 把這個力彈出去 對 拳呢 是從這個身體 這個拳啊 不要太低 沒關係 放鬆一點 嗯 可以 打得不錯了 是 只是說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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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的時候呢 要注意一下 那個細節的東西就好了 整個身體的一種配合 其實打得很厲害 但是你們老闆你知道 這個衝擊是挺大的 你們老闆的身體 不要扁太開 現在往中間 這樣子打 這樣子打 因為太開 太開的時候呢 就打這個拳 現在是打 這常的 這不是打出拳啦 當然你們老闆 一直往中間 往中間 往中間 都沒出 這個是 上部 上部 中拳 如果 想試一下 快起來 快起來 接下來 之後再練習 可以試一下 其實 這樣子 好處 想學東西的話呢 立刻心可以說 比什麼都好 試完有一些動作 好了 你再練的話呢 你還要慢慢的去 立刻心就能 講解 拳出 好 再來 接下來呢 這個整個助拳的 這個協調 其實做得滿好 有一個小的地方 要注意 身體會挺得太直 往後 這身體 不要往後 要直 這身體 正 要直 無論你怎麼移動身體 一定是像坐在凳子上面的感覺 身體 這身體啊 現在不要坐下來這樣子 一定要像坐在凳子上面的感覺 不管怎麼出 整個出 都是在凳子上面的感覺 對 身體要正 那麼 不代表我們要這樣子把它收 不是 正 正把身體 往下沉 沉住肩就好了 其他都不用這點去綁 只要你的肩 要沉 沉到這個 尿腹的時候呢 對啦 這樣就好了 這次我們 既然保持這種狀態來出去 你可以放鬆一點 首先 終わっちゃい 我記得